嗨大家,你们好吗?我是安娜 今天我们来到奇迹课程的第67课 爱把我创造的跟它一样 那这边的爱其实就是宇宙,就是神,就是道 我们是他创造的,那他也把我们创造的跟他一样 那今天的课程呢,他想要我们做的是 用一个新的定义 用一个新的定义来看宇宙 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可能都是 神可能会惩罚我们,或者是说 他好像是一个批判者,就是他会批判我们做的 是对是错,或者是好是坏 但其实宇宙并不会 他并不会批判我们 他的本质就是爱 那他也只会用爱的眼光看着我们而已 那同样的,他创造了我们 怎么可能会把我们创造的跟他不一样呢 如果他是全然的爱的话 就是仿佛是一个只想要你幸福快乐的长者一样 那练习到这一刻 我也蛮感动的嘛 就是因为我在打开了今天的课程 然后看到许志诚老师的分享 然后他就点出了说 爱的本质就是全然的无条件的分享 那这个无条件的爱呢 就跟我昨天 我昨天解读第66课 前一课 我所想到的也是 无条件的爱 就是他给我们的任务 其实就是爱 那我们要做的也只是爱而已 那今天的练习中 可以把这个 前面这个主词替换成别的本质 像是神圣把我创造成神圣的 或者是仁慈创造了我 成为仁慈的 或者是圆满 已经创造我为圆满 或者是完美的 那这一课就是 要我们回想起 宇宙的真相 然后还有自己的真相 那讲到了爱的这个概念 我就想到了 我去借了 Mary Ann Mary Ann Willenson 她写的爱的奇迹课程 那她也是练习的奇迹课程 练习了非常多年 而且有很多在分享 教课 然后她就是我之前有提过她 有上欧普拉的节目 然后让大家都 让奇迹课程被 广受人知这样 那我想要来分享她书中的一个章节 也叫做完美的你 她的前面有一体 那个粗体字 那个就是奇迹课程里面的文字 她说 容我再重复一次 你的所行 所思 所愿或所造 都不足以平定你的价值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小我 在这个二维世界 所有的一切呈现 其实都没有办法证明 或者是来断定我们真正的价值 那 很巧的是 我昨天就是 有看到一个 影片里面是 一位心理医生 他是专门在研究 创伤的专家 那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了 那 他就是在分享的是 我们常常会 因为自己 儿时 所受的创伤 而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然后我们会不断的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像他 他就是很努力的 念书 然后成为 一个医生 这个都是他很努力的 在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当然 医生是很受世人尊崇的嘛 但是他说 他 其实有一点后悔 他没有 他没有把他的生命 花更多在 陪伴他的家人 就是 珍惜跟爱他周遭的人 他在做的 虽然好像是一个 看似很 光明的工作 但其实他的内在是很匮乏的 那他 他说他非常的受 维尼 Winnie the Pooh 那个 那个 童话嘛 的感动 因为他里面就是有讲到 其实我们 永远都可以 开心 幸福的 在那个森林里面玩耍 而不是就是 要去好像 努力证明一些什么 那在 这个爱的奇迹课程里面呢 他写到说 你是 我这边把他的上主换成 宇宙好了 要记得你是宇宙的一部分 宇宙爱你 你是值得被爱的 这并不是教你傲慢 而是教你谦卑 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爱 而是爱其他的东西 那才是真正的傲慢 因为那表示你不承认 是宇宙 创造了你 爱是恒常不变的 你也是一样 是恒常不变的 好 我们都是永恒的 你在过去和未来 一切作为都玷污不了 宇宙眼中那个完美的你 在宇宙的眼中 你之所以值得被爱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你是谁 好 那这本书呢 它其实是 我觉得它把奇迹课程 用一个 大家可能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介绍嘛 它就是把这个神或者宇宙或者是道 替换成爱 那这个世间有哪个人类不想要爱的吗 所以它的教导会这么的 这么的红 或者是这么的受人欢迎 也是因为它在呼唤着我们内心很缺乏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讨求着爱 然后在寻求着真正的爱 那在觉醒体验里面 其实我的感受是爱这个字也没有办法去描述它 就它是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那些美好的特质 但它并不等于 它不等于这些特质 它一定是超越的 它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些 所以如果你觉得爱这个字会让你觉得很cheesy的话 就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说爱 一直说爱很好像很老套嘛 还是很肉麻嘛 但是那个宇宙也不是 你不能把它化等同于爱 但是这边我们还是可以用爱来练习的原因是 如果你觉得它能呼唤到你的心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好的路途 那今天的练习呢 它就是说 频繁的练习 抽空的时候就去想一下今天的概念 那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的练习方式 我这边念一下 它说 它说当你练习完相关的这几个想法之后呢 试着放下所有念头片刻 然后努力超越你所有的自我形象 还有先入为主的自我概念 直抵你内心的真相 那他这边说 或许你可以很顺利的超越了那些杂念 然后抵达一个没有念头的阶段 那你就会豁然意识到那个耀眼的光明 在那光明内 你就认清了爱 为你创造的本来面目 好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 突然的没有念头 这一点还蛮 我觉得它是关键 就是跟 我有分享过我觉醒的过程是 我问我自己我是谁 然后我 我没有答案 那个突然空掉的那个 那个空掉 那个完全没有答案的那个空 会让 会让 道或者是 神或者是宇宙 可以有这个空隙 可以 可以穿透到我们的意识 所以这个 我觉得 这个头脑的练习 或许它只是一个管道吗 或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side dishes 就是那个配菜 就是说我们都会觉得说 好 练习是很重要的 练习是我要做的 但其实就是在练习之中 有时候 突然没有念头的那个片刻 光就会透过来 那我觉得很有共识性的是 今天我看到布兰达 跟维尼他们在我的 奇迹课程的第65课 放个子里面留言 然后他说 似乎自己是用什么角度看外在 外在就会如何呈现 当下立刻转变自己为爱 外在就是爱 我觉得真的就是 这真的是我很有同感 那我们或许今天就可以练习 用爱的眼光 用爱的心 去看所有的事情 那就会发现说 自己的本质是什么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祝福你平安 拜拜